1.石膏绷带安装法 首先将患部剃毛,皮肤刷镜 在关节凸起处包上较厚的棉花绷带作为衬垫 要充分包扎,以防止石膏磨损皮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棉花绷带的基础上,用螺旋形包扎法再做一层网状弹力绷带 以固定称垫的作用 تمシミュり 在幻知的前后侧各放置一根线距 并由助手固定 将石膏绷带卷轻轻地横放到乘游30至35摄氏度的温水中 使整个绷带卷被淹没 待不出气泡后将其慢慢取出 除去多余的水分 从幻知的下端先做环形包扎 后向上做螺旋包扎 直至预定部位 缠绕时不可用力活紧 石膏绷带的上下端不能超过秤电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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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纏绕一层 都要在其表面均匀地涂抹石膏泥 使绷带紧密结合 缠绕完毕后 在其表面涂石膏泥 待数分钟后即可成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其表面涂抹石膏泥凝固后 将两侧线巨头 折转向中间 并用自粘绷带包扎固定住线距 织端同样要一起包扎 防止引起水肿 2. 石膏绷带拆除法 取下自粘绷带 取下自粘绷带 将线距两头侧的圆环分别套到拉钩上 乘一定角度分别向两侧拉线距 直至聚开石膏绷带 继续分别向两侧拉线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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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除覆盖于内侧的电料 去除覆盖于内侧的电料 却继续分别向你 取下自粘绷带 claro太会不会往昏 tah cod持续分别向两侧拉线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